第九百九十四集 尽管知道此行胜算微妙危机重重 但是叶凡不得不来 他不想多年后心有愧疚空流遗憾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不说往昔 单论中州秦岭一战 姬子月不计代价的为其贯注法力 助他生死大战 紧乎用命来换帮他脱险 重伤垂死 这份恩情就不得不还 而今姬子月有难 大哭不嫁 要人来救 要逃离姬家 抛开其他 单秦岭的那份情意 叶凡就不得不来 不然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难遇 草木风生 湖泊巨大 淹水迷蒙 大荒无银 到处都是生机勃勃 没有不毛之地 叶凡行走在这片大地上 出入于原始大野间 默默思量如何应对 离开北域的他 战力将大大折扣 优势不在十分不利 大荒中 一头青色的鸾鸟 俯冲而过 将一头大象抓起 撕裂在空中 鲜血喷洒 飞向远处一座断崖 那里是他的巢穴 有几只幼鸟 带捕 叶凡一阵出神 而后又向前走去 他见到一只火灵龟 行似玄武 生有麒麟头 密布林片 张口一吐 大片火焰 将一座丘陵 都燃烧成了灰烬 地下石窟中 一只生有神赤的金色猿猴 冲起冲向了火灵龟 一对金色神翅 放出大片的雷点 琵琶作响 将大地都击沉了 打出了一片深渊 万木齐摇 乱叶凋零 飞沙走时 大片崩塌 一片山崩海啸一样的 可怕景象 摧毁一切 这只猿猴 强大的邪乎 噗的一声 可是 火灵龟跟小山一样 巨大 修行也不知道 多少万年了 体内运有的 麒麟血 都复苏了一些 张口一吐 简单一击 风云变幻 一道麒麟 紫火熊熊燃烧 炙烤天地 将这片地域 十方大山 都化成了岩浆 而后成为尘埃 彻底气化 叶凡远远观看 没有接近 那是圣主及凶手 他心中凌然 一束破万法 给予了他 无限的启笛 一下子联想到一宗 杀伤力无穷的后手 麒麟 紫火冲天 将那只强大的猿猴 烧得惨叫连连 嘴中成为了结灰 空留一颗神珠 被如小山一样 巨大的火灵龟 给吞掉了 叶凡远远地避开了 修行了几千年 空有一身绝顶战里 却被焚了个干净 他没有去接近 他在大荒中行进 可以说非常危险 这里是属于蛮兽的领地 这些兽族 没有选择化形 可延长兽缘 都极为强大 相传 一片又一片大荒中 可能还存在有不似神耀 偶有凶手扶下一株 能活上尽万载 那样的蛮兽主 可怕的让人胆寒 远处镇龙发聩的声响发出 叶凡心中一惊 他见到了一群巨坟 根本不是人族的陵园 每一座坟都跟小山似的 巍峨而红伟 他见到了一头年迈的老蛟龙 撕裂开一座山崖 打磨成一座石棺 将自己葬了进去 石棺燃烧 沉入大地下 一座巨大的土坟隆起 排列在前方 叶凡上前 扫尸每一座巨坟 这片大荒的最强一手 王林死前 都选择葬在了此地 并无神珠留下 他们都将自己化成了灰烬 不过 叶凡却是大手触动 也许可以尝试 若是成功 又有了一宗强大的后手 他在这大荒中行走 受到启迪 想到了两种杀手锏 准备掌握在手 对抗王家 身体来难遇了 几家贵宾天阙中 王家的一位大能开口 从一个北域大教德西 叶凡曾在那里 借到杜虚空 他终于是来送死来了 年轻人哪 你还是太嫩 老夫掠尸首段 你就不得不来送死啊 王成坤 背负双手 离开北域 不能施展袁术 是龙他得拳锁 是虎他得趴我 引进带路 没有一丝机会 王腾一位叔叔 大笑着说道 天阙中呢 几位大能观察一宗图卷 上面有叶凡横渡前十的坐标阵纹 他们在推演期 出现在南域哪个地方 圣体来南域了 这则消息并未成为秘密 许多人都得惜 众人接惊 全都在议论 人们觉得 叶凡过于冲动了 来南域决战 尽失优势 将九四一生 多半会血染南疆 许多人叹息 荒谷后唯一打破诅咒的圣体 将来很有可能会大放异彩 不曾想 却走入了死局 这几乎没有一丝胜算 他的确很强大 但毕竟还没有成长到 无惧诸圣地的地步 失去元术的仪仗 怎么能与绝顶圣主争雄呢 五日后 北帝将与姬子月订婚 不知是谁散发出这样一则消息 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真的确定了吗 还是说 这是在逼迫圣体尽快现身呢 而今 叶凡如果想尽一份力气 相助姬子月 可以说已经没有时间谋划了 这么短的期限 他怎么去对抗呢 外界 所有人都不看好圣体 觉得他很有可能会陨落在南域 既然已经来了 不可能不出手 然而却没有一丝胜算 姬家有几道兵器 他拿什么去抗衡 面对一个荒谷世家 他一个人的力量和其卑微 绝不可能救出姬子月 去了必死无疑 姬家贵宾天阙中 王成坤嘴角露出一丝冷冽的笑意 不用我们出手 他赶来姬家撒野 姬家的老爸会震死他的 当年 叶凡在南域出手 斩掉姬家不少高手 其中关键性人物为老域姬会 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而姬会却是姬家八族 很宠溺的后人 至今难以释怀 一直想找机会 除掉叶凡 为姬会报仇 不久后 有人传出消息 叶凡可能在近日闯姬家 顿时让南域震动 举世瞩目 所有人的目光都一起望来 已经有多少年了 人们不记得多么久的岁月 未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敢闯一个荒谷世家 自古至今没有几次 尤其是姬家 任你天大的英雄 在虚空古境下也要成灰 根本没有办法过这一关 当今 就是须弥山的斗战圣佛 东渡 一或者是东荒的老疯子出现 也要先认真考虑一番 世上无人不忌惮 况且 鸡族的底蕴谁能看透呢 他们当时的大能战力也很强 又有几个大势力敢去硬碰呢 东荒妖族继承者大妖 磅礴败会 这一日 姬家宏伟的天阙前有数人出现 大声传音如闷雷在响动 磅礴败来了 不是以晚辈之礼求见姬家强者 而是扯出了妖帝传人的身份 将这种败会上升到了妖族与人族 这两大种族的高度上来 叶凡为我妖族护斗之人 谁杀他 就是与我妖族过不去 庞伯真的急眼了 南玉是龙坛虎靴 他怕叶凡出手 血染这片土地 彻底豁出去了 以敏感的身份出场 这则话语一出 南玉又是一片惊叹 妖族的人都卷进来了 这次的风波注定将很大